金元代工龙头台积电董事长张忠谋 日前宣布明年6月将退休 先起外界讨论 今8日才信传媒董事长谢金河在脸书 PO文大赞张忠谋一辈子之传一桶金 是大家的典范 还印证了辣椒会辣一颗就可以的道理 谢金河趁着连续假期上网查张忠谋的资产 没想到却让他意外发现 张董除了持有台积电外 台积电子公司像创意电子精彩或是世界先进 张忠谋一股都没有 谢金河说台积电占助金元代工很少转投资 即便有子公司张董个人也不插股 台积电子公司张董不当董监事也不持有股票 但是这点让我肃然起劲 另外谢金河透过上市公司讯息发现 张董名下持有台积电零 百分之四十八 总股数十一 两万五千一百三十八亿股 以台积电最新的收盘价224 五元季 他手上的台积电股票价值280 九十三亿 此结果让谢金河印证了一句话 辣椒会辣一颗就可以 谢金河指出前经济部长陈瑞龙当了十二家公司董监事 张宏仁当了十三家生技新药公司董事 也让谢金河质疑说他们兼了这么多公司董监事 我不知道他们能尽到多少责任 反观张宗谋 他除了台积电董事长头衔外 只有在一家公益性质的财团 法人徐友祥先生纪念基金会当董事 让他大赞张宗 谋董事长是大家要追求的典范 因为他一生只专注做一件事 而且做到顶尖 出类拔萃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